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的北国风光 又有田愁沃野 河区纵横的南国水色 既是临海寒水 草原牲畜的沃土家地 又是农耕直茂 盛产良油的榆米之香 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孕育了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 酵饭却不是饭 张业人最爱吃的早餐究竟是什么 山丹羊肉久复盛名 如何烹制才能满足食客们的挑剔味蕾 炒的时候 这个羊羊子一碗水就熟了 它自身的水特别多 怎样烹制正宗的羊杂大混盘炒波拉 这个就像口诀一样 炒波拉 炒波拉 一碗和之汤 为什么能成为高台老席中的头菜 血水不是浑浊了吗 加进去反而能变得清澈吗 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 有着赛上江南之称的张业市 探寻这片土地上的特色美味 现在是早上的六点半钟 早上起来是挺冷的 那么今天呢 起个大早 是为了带大家一起去见识一下 张业本地人特别追捧的一种早餐 那么究竟会是什么样的一种美味呢 提起张业美食 最具特色的便是家家户户都会做的面食 其形式形状明目凡多 搓鱼子 炮杖子 拉条子 揪片子 花卷子 面旗子 真可谓是五花八门 别出心裁 那么今天味道调查员早起要寻找的美味 到底是什么呢 焦立峰 人称焦大头 张业的早餐江湖中 近些年来一直都有着关于他的传说 跟其他老店不同的是 焦大哥从2014年才开始涉足张业早餐界 在此之前他是一名走街串巷的出租车司机 哪里的饭菜最受欢迎 他最清楚不过 自打转行做早餐后便圈粉无数 食客们赞誉有家的 正是当地人最爱的早餐之一 牛肉小饭 期待吗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牛肉小饭 这个闻起来的味道很像牛肉面 但是我不知道吃起来会有什么样不同的口感 这个牛肉小饭其实不是米饭 而是有点类似于面疙瘩一样的这种面丁丁 这口感就特别适合早上还没有睡得特别醒的时候吃 就直接吃下去也不用怎么嚼 口感特别有意思 如此受食客追捧 自然大有乾坤 这其中的奥秘掌握在焦大哥和他的搭档梁师傅那里 你今天吃我的味道 明天吃我的味道 或者今天吃我的味道 明天吃我的味道 达只是一样 但是它的味道跟心理 从下挑中的味道都不 就是随着不可的感觉 我其实不害怕别人冒饭 他冒饭不了 看来口味上的变幻莫测 是焦大哥制胜的法宝 那么一碗看似平平的牛肉小饭 制作起来有什么讲究呢 小饭主要的关键在于你的糖 要达到这种很爽口很鲜 一锅好汤能决定一碗牛肉小贩的成败 新鲜的牛半骨和牛肉一起在锅中炖煮 各种调味料是汤汁和牛肉入味的有力保障 若要温度加了什么 焦大哥三煎齐口 无可奉告 不能把调料的这种口感尝出 满火动 温度只是保持在90度到100度 不能太大 我们从早上8点半开始熬汤 基本上熬到12点 一直在锅火 炒糖色也是制作小饭汤底非常关键的一步 好的糖色除了上色调味之外 还会有一股独特的其他香料无法替代的香味 焦大哥说 好的糖色必须是焦糖色 要和酱油一样才能上色 你炒不好就昙化的 昙化了就不能晕 炒得淡了 它有个汤放到汤里发甜 汤色是个很大的基础 将炒好的糖色按比例加入熬好的汤汁中 汤底的制作才算完成 大哥 给我加点汤 好好好 这个汤太好喝了 这个汤熬了多久啊 为什么这么入味啊 熬了四五个小时了 我刚刚吃那个面丁丁 感觉它的那个口感特别有韧性 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都加鸡蛋多了 那要加几个鸡蛋呢 我感觉 一百斤面八个鸡蛋 一百斤面八个鸡蛋 就是多了可能还成功了 多了就腥味了 鸡蛋就有腥味了 用面粉加水 鸡蛋等做成面团 随后将面团 擀成跟铜钱差不多厚的面片 糖若没有上好的刀工 一定切不出大小均匀的 跟饭粒差不多大的面丁 滚水下锅 当它们浮出水面后迅速捞出 放到凉水里浸泡一段时间 这样的小饭吃起来 不仅爽滑 而且有嚼劲 第一步下面第二步是露面 第三步往的 烫了头放 然后再调各种调料 调味 有了小饭和汤底 一碗牛肉小饭算是完成了大半 接下来 小饭的绝佳搭档粉皮 也要亲手制作 豌豆淀粉与水等量混合 倒入汤盘后再放入热水中 粉皮在高温的作用下初步成形 捞出后立刻过凉水 让粉皮迅速定型 口感进一步得到提升 至此 一碗牛肉小饭算是基本完成了 首先我喜欢他们家的口味 做做早饭 那只有这边才有呀这东西 别的地方没的 面也筋道 粉皮也好呀 都好 反正都好 撒上少许小葱 香菜 冒着热气的汤汁香气四溢 捞起一勺小饭 就着汤汁一同入口 鲜辣的口味随着炖煮渗入食材中 丰富的配料带来多重口感 让人直呼过瘾 你两个时候 少许小葱 小葱给 小葱没有啊 小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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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啊 付出呢肯定有回报的 只要你诚心对待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会诚心对待你了 先学会做人才能学会买饭 必须要会做人才能做好饭 其实我不希望我饭多么好 只要大家吃得高兴 松口就行了 我现在呢在张叶市的山丹马场 大家看我身后的草原 真的是如诗如画 太美了 这里呢还是电影木马人的取景地之一 那么今天呢 我带着大家一起去体验一下 木马人的生活 走吧 麒麟山下的山丹马场 水草风貌 一望无银 这里是亚洲最大的马场 也是历史最悠久的马场 董福生大哥生在这里 长在这里 工作在这里 对这片草原有着深厚的感情 董大哥是从小就在这片草原生活 就是有时候到北京啊上海去 待不了几天就想回来 是吧 待不住 平常都是要做什么工作呀 平常放马 每天你到马走到哪 你到跟到哪 马匹保肿啊 麒麟山的这些环保啊 各方面都是非常重的工作 所以说是平常工作量也挺大的 所以说其实也不是想象中的 这么潇洒 很多时候还有很多很多琐事 是要去做的 很辛苦的 每年五六月份 马匹馋载 是木马人最忙的时候 到了八九月份 马匹保胎任务完成 也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今天董大哥要做些好吃的 犒劳一下忙活了几个月的工友们 这个是什么羊啊 这是黄泊羊俗称 品种叫个欧拉 黄泊羊 所以说它这一块天然就是这个颜色是吧 天然就这一块是黄的 看起来好大一只 是不是应该有几岁了 没有没有 刚有两个月 这个羊才两个月 你们是怎么判断这个羊的年龄的 大羊是看牙齿的 两个牙 四个牙 这小羊它是满口牙 全是小牙 细细的 小小的牙 小小的牙 为什么我们是要选用羊羔呢 羊羔肉质嫩 这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吧 这边 假如说100匹马 要生产95匹膏 下了95匹说明你的生午完成了 要100匹全都下了 那就是超传奖 它要给你奖励的 今年已经多下了 要是保育率成功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抓大羊吃了 要表示庆贺 现在我们先杀只小羊 先杀只小羊羔来庆祝一下 对 皮肉之间刀尖挥舞 游刃有余 不到十分钟时间 董大哥已经娴熟地将一整只羊 分割完成 这些花椒 炸成花椒油 这样的话 所以不是把这个花椒全都放下去 放下去以后 它粘在肉上吃的时候 就磕嘴得很 所以把它油炸进去 它麻味就进去 而且吃到了还很容易麻 对 这个要叫它炸的黑掉 花椒里面的麻的那个成功 重复炸出来 我们这个是非常简便的炸花椒油的 柴火会不会不好控制那个火候 好控制 柴火虽然是柴火 但是它的火力比较弱 炒出来之后比没火炒出来的要香 可以了 像放鞭炮一样 葱花 生姜 辣椒 依次下锅爆香 一大盆羊肉入锅鞭炒 然而这时的味道调查员 却有一些困惑 我们不用加一点水吗 现在不能加 炒到它自己的水下来 为什么不过水呢 不炒水 它的所有的营养 包括这个小红水 全在这个水里面 我们在高原 我们人的那个小红水也比较高 羊的这个小红水也比较高 炒出来要是不过水的话 它是黑颜色的 要是焯过水或者水里面洗一下 炒出来的肉好看得很 白白净净的 但是味道就不好 我们就不喜欢焯水 所以说这个炒出来变黑 是这种高原羊特有的一种特性 对 原来这种长期生活在高原牧场的欧拉羊 三味较轻 因而并不需要焯水去腥 只需要爆炒 去除掉羊身上多余的水分 便能够保持欧拉羊香嫩鲜美的口感 这个羊肉已经出水了 对 而且是金黄色的水 这个水烧干以后 可能再加两碗水到三碗水 最后我就不用焯了 为什么要把这个羊肉本身的水分 炒干之后再加水 你要是本身的水炒不干 一加就把这个羊肉给锁住了 肉里面那个水分出过来 那一肉吃起来 它就说不上那个感觉 反正不好吃 所以把自身的水分 必须要炒出来 你看这个锅边上已经泛黄了 水分说明已经差不多干了 可以加盐了 加多少 你的手抓一把 我的手抓一把 那不行我来 这样行不行 不行 好厨子一把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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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我搅两扇就可以加水了 加水要加多少 加水要加多少 那些全倒上 加这么多水 来倒吧 给慢慢倒 慢慢倒 把这个肉没过这个水是吧 对和这个肉水要平行 要活大了一挣把水就收干了 这个里面我们炒是 雞精味精是绝对不佳 嗯 这就是最香的东西 天然就已经很鲜美了 对 那就不管它了 现在就可以 高油断卧了 因为有水了 这不需要炒了 当年生的羔羊 肉质又嫩酥软 油脂丰沛 浓香清甜 只需简单调味 便能成就一锅美味 除了爆炒羊羔肉 董大哥的爱人 也要小露两手 大姐 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美食 给大家炒一下炒菠拉 这个菠拉是什么意思啊 菠拉就是 我就放在一炒 把它有菠拉菠拉菠拉 哦 原来是个动词 是拨一下拉一下的意思 对对对 我把它要炒得酥酥的 炒菠拉因动作而得名 是山丹县非常有名的一种小吃 羊肝羊肺 羊肚羊肠羊肠 羊葱羊肠 羊葱 不同的食材 不同的火候 不同的时间 烟熏火燎间 香味被彻底激发 单单是烹制的过程 就让人看得过瘾而又满足 越是弥足珍贵的美味 往往越是平淡无奇 辛苦劳作给全身心带来的幸福 更是如此 这么多肉都要用上呀 灯灰就看到效果了 哦 这么神奇 那肯定是出乎你的意料 赵大哥 赵叔叔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呢 你先猜一下 猜一下 你们这是建一个房子吧 是不是 这么多这些砖头啊什么的 不是房子 它也不是砖头 这个是拆房子 以前拆房子拆下来的土块 土块啊 赵永刚人称桃花岛主 平日里酷爱书法 易擅长烹饪 在这片桃园里 他和家人 悉心经营着一家农家乐 跟一般农家乐不同的是 他主要烹制一些 平常不太容易吃到的 传统老菜 听说今天会有一场 很特殊的宴席是吗 对对对 就是因为这场宴席 我们今天要搭这个特殊的灶 哦 好 我帮您一块搭 好的 赵大哥说 今天农家乐 会有一群特殊的客人 为了能让他们吃到最地道的美味 他决定用最原始的土造 来烹制菜品 到底什么样的美味 让赵大哥如此大费周折呢 你看啊 现在我们基本上已经完工了 嗯 这个炉子就做好了 我这个泥包的过程 就很像在做巧克力蛋糕一样 嗯 你看它像什么形状呢 这个 嗯 就是一个长方形吧 我看不出来像什么 它是不是像一个猪草 哦 还真是 喂猪的那种猪草 所以说我们把它叫做草卤 哦 还是挺形象的 对 赵大哥说 之所以如此大动干戈 是因为今天要制作的是一桌特殊的宴席 高台老席 呀 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就有啊 高台老席 大家去了一货事 尤其是我们看那个桌子上那个时候 爬的人太多啊 啊 那日外上呢 就做这个事 整个日天 都四五六路上人都能闻见后想 嘿嘿 都在那里哼 你好吃 嗯 吃了管理得很 很长时间没吃过 想吃得很啊 这种宴席集合了闷 烧 炸 炖 蒸等烹饪手法 主打菜为红肉 白肉 袈裟 丸子等八道菜 俗称八大剑 不过赵大哥却说 今天的大菜将由其他人来完成 他主要制作一道 被称为和汁汤的菜品 他既是高台老席中的头菜 也是最考验功利的菜品之一 哎 赵大哥 我发现这个地方卖的都是猪肉啊 我们是要买什么样的猪肉呢 我们要买最好的五花肉 那我们怎么去挑选一个最好的五花肉啊 咱们在选肉的时候一定要选 这种肥肃相间的三丰肉 也就是说是三公斤左右的肥肃相间的 这就是您说的那种比较好的五花肉 是吧 这么大一块肉我们不用让他切吗 不用让他切 这个要我亲自要选取 因为他给我切好以后我没办法做 这取材的时候必须用是我亲自动手 所以是要买那种完整的肉 对 五花肉 羊肉 鸡肉纷纷收入囊中 制作一道菜却需要这么多的食材 这让味道调查员颇为好奇 食材已经准备妥当 好戏即将上演 下一步呢我们要对这些食材进行简单的处理跟改刀 哦 猪肉 牛肉切大块 羊肉 鸡肉去骨 清水洗净 放入盘中带用 好了 洗完了 哇 满满的一大盆肉 那个大哥我把这个泄水倒掉了 这个可不能 这个不能倒吗 这个到时候自有妙运了 还有什么用处啊 在汤上用的 和之汤上 哦 还是要用在和之汤上 对对对 但是这个水它已经很浑浊了 这样的话不会把那个汤变得 我们让它再沉淀一回 哦 沉淀一回 好 洗肉的血水会有什么妙用呢 赵大哥说 答案等会儿才能揭晓 只见他不慌不忙 将处理好的肉块冷水下锅 牛羊肉马放在底部 猪肉放上面 经过40分钟的炖煮 锅中的肉块已经久成熟 肉汤看起来也十分醇厚浓郁 鸡肉放进去 哇 我们要取这个鸡肉的鲜味 在和之汤里边 鸡肉的蛋白质经过受热 发生降解 从而产生了大量的氨基酸 溶于水中后 便会产生大量鲜味物质 这也是和之汤 必须要有鸡汤的原因所在 下面呢就到了 我们做这个和之汤最关键的一步了 还有步骤啊 我以为这个就已经可以出锅了呢 这还不可以 因为它这个汤 是煮过好多肉的汤 它有这个土腥味 下面呢我们 因为我们刚才洗过肉的这些血水 就起到这个妙韵了 但是那个血水不是浑浊的吗 加进去 反而能变得清澈吗 对对对 你等会就看到效果了 哦 这么神奇 将洗肉的血水加入肉汤中 等待奇迹发生 我看见现在这个汤上面浮了一层 有点像杂质的东西 我们是现在用这个勺子把它给撇开吗 现在还不到时间 我们要等到它沸腾之前 沸腾之后就 这一锅汤就沸掉了 为什么会沸掉 就直接爆沸掉了 它就把这个杂质 把这些杂质 仍然翻拱到这个汤里面了 哦 赵大哥说 成就河汁汤的关键就在于时机 要在汤水沸腾前快速撇去浮沫 说实实那是快 在浆沸不沸的间隙 它迅速撇去锅中的浮沫 整锅汤看上去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哇 真的好清澈哦 看一下它现在是清澈见底的 嗯 真的 就是跟刚刚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嗯 那你现在尝一尝好吧 好呀 哇 这个味道真的非常非常的鲜美 这看着呢清汤寡水的 实则真的是内涵乾坤 原来血血中含有血红蛋白 具有吸附性 可以吸附汤中的细小悬浮物 蛋白质分子受热变性 将这些杂物凝结在一起 而形成浮沫 赵大哥就是利用这种原理 将浮沫撇去后 让汤汁变得清澈明亮 而这也是成就河汁汤鲜美的秘籍所在 这还不是最终的成品 因为还要进行调制 还要调制吗 我以为这个已经到最后一步了 在汤锅中下入现椒 葱段 姜片 再加入盐 胡椒粉等简单调味 汤底的制作便告一段落 接下来 赵大哥开始处理起其他食材 豆腐块入锅炸至金黄 捞起 挂好后的猪肉下入热油中 炸至酥脆 酥肉炸豆腐块切丝 煮好的牛羊猪肉切片 粉丝打底 撒上葱花香菜 一碗热气腾腾 香气肆意的和汁汤就大功告成了 现在我端着这个 我觉得闻上去这个和汁汤的味道 既有肉的鲜美 然后有一点葱花香菜的那种香气 看到这个上面的酥肉 我就已经很馋了 好了 好了 和汁汤制作完成 宴席上其他菜品也相继出锅 盛宴终于拉开帷幕 今天的高台老席 正是赵大哥为这些唱戏的老人们所做 能吃上这么一顿老席 是老人们心中深藏已久的愿望 也是他们永远无法割舍的香愁记忆 太香了 回到小的时候了 好久没有喝到这么好的汤了 现在就吃感觉 就回到小时候的那个感觉了 烧的很 酒造型 这个有汤头 这个汁汤的味道 感觉很 好喝 一曲高台小调唱出了人情冷暖 一碗和汁汤吃出了记忆中的味道 高台人用心守护着这份人间烟火气 乐此不疲 历史悠久的农耕文化是张叶美食的源泉 深厚的商旅文化为张叶美食注入了活力 张叶美食是历史传承的产物 无论是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小贩 一锅豪迈大气的羊羔肉 还是一桌充满香愁记忆的老席 都是富有智慧的张叶人 精心创造的结晶 这些家常美味 既是故乡的味道 也是反扑归真的味道 可以给你帮助 我给你帮助 你帮助 你帮助 你帮助